1954年到1956年这一段 从赫鲁晓夫对华政策来讲 他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整 他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慢慢地放到了一个和苏联平等的地位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因为原来就斯大林时期 是明显的是不平等的 不说什么其他方面吧 就斯大林这个个人的权威 个人的地位 也无法有人跟他攀谱 三驱治以后 在所有共产党 就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 那毛就一气凸显 他不但这个 就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大板的当中 另外他本人的这个经验 也没有其他人能让他想 铁托自然也 他也是自己打的 但是毕竟是个小子 他不必要这么高 所以克鲁托尔夫特别看重 有好多问题 那么正是因为中苏关系这种推进 其实反过来也帮助克鲁托尔夫 在苏联党内呢 站住 这个呢 是下 下节目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当克鲁托尔夫站住了脚以后 他什么时候就是这个 五五年吧 他开始调整苏联的这个政策 这就是苏共二十大 这个过去的有些看法是完全不对的 过去讲什么呢 讲这个说 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分裂的起点 为什么呢 说因为苏联的提出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然后中国共产党反对 然后苏联的不接受 所以他们就分裂了 到现在很多学者也持这种观念 这个看法啊 什么是1963年中共中央的看法 就中苏论战的时候 我们的分歧从何而来 你看那篇文章 他就是这么说的 苏联搞修正主义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 从什么时候呢 苏共二十大 其实这是完全 就是掩盖了这个事实 苏共二十大所确定的这个方针和路线 当时跟中共八大确定的方针路线是 基本上是一致的 没有什么区别 不外乎两点 外交 外交上苏联提出了一套 这个和平共处的 和平共处 和平过渡 和平竞赛 三和 这个跟当时中共的做法是一样的 从五四年开始 超越战争结束 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中国也开始调整 为什么呢 因为它面临了一个问题 你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因为这个超越战争 被美国 这个组织很多这个 反共条约集团 给你包围了 从这个美韩条约 美日安保条约 到这个美国跟台湾条约 到奥西美条约 巴格达条约 东南亚条约 整个把中国一个新月形 万月形给你包围了 所以中国要开展 开展这个外交非常被动 特别周围周边的这些国家 北边不说了 北边苏联朝鲜和这个 那蒙古啊 还都是共产党控制 难免 包括东南 这一片基本上都是 新独立的这个国家 那么人家 都对你心怀疑虑 特别是你这个 超越战争 说这中国人不得了 那美国人谁敢打 二战以来是世界最强国 你说中国人 连美国人他都敢打 他打咱们这不小菜一碟 派一个师就过 那会还真是 那会这个陈庚讲 跟毛讲 说你给我一个师 我给你踏平东南亚 那确实是这样 我这次去马来西亚 就有这感受 那如果中国军队 真的有一个师两个师 翻过山去 那整个东南亚全是中国的 他有这能力 但是他没做 那个当时可能是 国内自己还有很多问题 没解决台湾的问题 西藏的问题 等等 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 中国就开始考虑 这个周边的这个安全问题 所以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我这次去 这个马来西亚去 我沿着当时马共那个 打游击的路线 走了一圈 做了 跟很多人座谈 其实呢 他们当时呢 都在搞武装斗争 结果1954年10月份 苏共中央和这个 这个中共中央 联合发了一个指示 给马来西亚共产党 放下武器 搞什么 和平斗争 后来人就放下武器了 说那会儿就听了你们的 我们把武器全交了 然后就 采取和平斗争的方式 这你中共共产党 有没有份啊 还有就是日内瓦会议 日内瓦会议 当然原来是想解决 这个朝鲜问题 这个是没解决 但是解决了印度支那 因为当时印度支那 正在打仗 胡志明呢 他们就是 不是成立的越南共和国吗 越南共和国呢 就跟法国人交叉 到这个54年的时候呢 这个已经解放了 大片的这个领土 包括北方的 还有包括南方一些地方 但是这个时候呢 法国人是有点支撑不下去了 但是美国人呢 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那么当时苏联跟中国呢 就非常担心 如果这个法国人撤了 美国人再来了 这个就麻烦了 你说你是打不打 我现在看了 美国中央情貌局当时的评估 美国其实也是在这看 如果中国要出兵 我们就出兵 他是没有想说他先出兵 但是他也也有那么个估计 说如果这个法国人真的坚持不住 美国是不是应该就介入到 印度支那的战争当中去 这个事当时没有确定下来 但中国人呢和苏联 当时确实比较担心 所以这个时候呢 在巴黎的和谈当中呢 双方就要求停下 越南人就不干 只一眼看我们就胜利了 我们在努把力 整个全在解放 正好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当时这个印度支那战争呢 有大量的中国顾问 我到那个云南广西 都看到这样的档案 包括韦国清啊 什么罗贵波啊 当时都在那帮他们设计 那电编斧战役 整个就是中国顾问帮助 给这个给设计的 所以电编斧战役一胜利 这个越南人 更这个头脑发热了 说这怎么马上就成功了吗 就想不想谈了 在这个日内瓦 我说这个周恩来说 这不行 他们就不想一想 你真的要是 把这个法国人打击了 他一撤 美国人来了 你怎么办 但是他在这个巴黎呢 这个不是在日内瓦呢 跟这个谁呢 范文童 当时是范文童去的 谈不通 谈不通 后来跟苏联商量 他趁这个修会的时候呢 就赶快飞到哪 飞到柳州 然后把这个 胡志明和这个 吴远甲交 召开了著名的柳州会 柳州会就 他就跟他讲这个国际局势 就希望他们能停下来 别打了 和谈 周恩来就问了吴远甲 说你有没有把握 你第一 你什么时候 能把这个法国人 强赶走 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 你有没有把握 如果法国人走了 美国人不会来 我也没有把握 说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够 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反正现在局势很好 所以他说你们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跟苏联同时考虑了 这个不行 你这样下去 势必使东南亚局势 进一步复杂化 而且你把美国人给引过来 到那个时候 谁也帮不了你 比如我们这长远战争刚打完 回头再打一个越南战争 这中国是肯定不干的 说我们也没这个精力 我们要搞建设了 这么着最后是把五元甲 和这个胡志明说服了 这个中南回北京跟毛汇报 然后又到莫斯科 跟赫洛晓夫协商 然后再到日内瓦 跟法国人 跟英国人谈 包括最后确定的17度线 都是在这个中国的压力下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事呢 后来发生了 就是这个产 对中越关系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来越南人一直说这个事 说要不是周恩来在这捣乱 要不是中国人压制 我们早就解放了 特别是这谁 李笋 李笋他们家呀 就是南方的 本来呢 那是一片解放区 结果 这个17度线一化 所有南方的解放区 全撤出 但是他换回北方的很多 像海防啊 河内那些大城市 原来都是在法国人手里 后来就等于交给越南人了 这样就南北越南就分开了 但是他们家丢了 他们家成了敌战区了 所以李孙很不高兴 后来 胡志明死了 他当第一书记 开始 这中越关系就不好了 这是后话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当时在整个外交领域 中国呢 其实执行的就是和平共助 1955年的万龙会议是最典型的 万龙会议中来跟人说什么 跟所有国家都保证 缅甸 泰国 印度 说我们保证不搞输出革命 我们支持当地的政府 我们不跟那个 那会儿不叫非政府 那会儿叫什么 共产党 不支持 我们只是道义什么 这样子 有了万龙会议 1955年开了万龙会议 这么一种气氛 中国才恢复 才恢复过一个 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这种 声誉啊地位 才恢复过 人家才敢跟你打交道 当然苏联呢 他也是除了结束了越南战争 然后这个从那个奥地利撤军 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措施 所以对外方面是没有 对内的政策 那就更一致了 一个别的就不要讲了 你就看看那个 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 做的那个报告 关于这个国内经济发展的报告 和毛泽东 写的那个十大关系 你把俩文件对着看 几乎都是一样的 谈的都一样的 减少这个重工业投资比例 加大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 把中央的那个权力下放 必发调整工业布局 只不过苏联呢 是从欧洲调整 重视这个远东 中国呢 是内地和这个沿海的 你仔细去顾问一下 还有这个加大技术投资 等等 很多条文都是一样的 考虑的问题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当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都需要做出调整 双方的 有没有分歧呢 有 这个分歧呢 主要是在这个 对斯大林的问题的处理上 斯大林问题的本质呢 它反映的是一个 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党的生活的民主 还是专制 这么一个问题 从大的原则上 双方是一致的 批斯大林 主要批什么 就是他专制嘛 他个人崇拜 个人独裁 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 什么大量的人被屠杀 被监禁 什么时候 这个呢 因为当时在苏联呢 已经到了就是 刻不容缓的地步 他必须解决 为什么呢 本来啊 19 1955年的 一月份的时候 这个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给弄下去了 他就准备开这个二十大 看那会儿的这个计划安排啊 是没有斯大林问题的 他就是刚才我说那些 对外方针的调整 对内方针的调整啊等等 当然党内民主生活 这个是强调 他们对斯大林的不满呢 这些人心里都有数 所以你看到1954年12月 斯大林那个诞辰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声息了 已经淡化了对斯大林的宣传 但是呢 他毕竟还没有到要批判斯大林的程度 你看 其实中国外交部现在答案开放 1954年 这个苏联大使馆给这个中共中央发了一个电报 就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请中共中央注意 现在苏联的宣传已经降低了对斯大林的那种 宣传的吹捕 开始 批判个人崇拜 虽然没有指引起来的问题 虽然没有指示是谁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但是问题为什么会突然发展到苏联大使馆 结果弄了半天一看就没几个真的那个反革命 你从监狱放出来容易啊 他后边还有很多问题呢 本来我们家在莫斯科 我们这单位都挺好的 你给我弄的远东监狱 你出来你让我上哪去 很多人就想当地就安置 那不行啊 跑到这个莫斯科告状了 这个苏联的这种叫什么告状 不叫告状叫上访 上访制度啊跟中国不一样 他很他还是挺认真的 我看那个苏联档案 那上访的信现在全都公开 一堆一堆的 而且他规定的你必须得有答复 不像中国现在这样 盘腿一坐跟着不走啊 也不是谁搭理他 这苏联人家就到那 把这个上访信一交 他必定得有答复 就包括斯大林那会儿 也是这样 他一个制度 是比较严格的执行 中国 其实学苏联还没学好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后来苏联就专门成立了平凡委员会 因为它设计到成千上万 成百万人呢 不是很少的数字 而且这些人呢 还牵涉到他的家属 那么 就专门成立了这么一个 到了1955年的12月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人 他原来呢 这是从哪呢 从那个基洛夫被暗杀 这个这个案件出来的 因为基洛夫知道哈 就是 三十年代的时候呢 是一个 他是最早的 列宁格勒派的领导人 而且他那会儿年轻有为 跟斯大林的 总而言之 反正这个人呢 是某一天 突然被暗杀了 当场走到跟前 啪啪啪几枪 就死了 结果呢 这个人当场被抓住 还没到监狱呢 他也被杀了 后来这个 这个人揭露的是一个什么 他给中共中央 苏国中央写了一封信 就是说他当时 他在监狱的时候 跟他同监狱有一个人呢 就是处理这件事的一个 克格勃的 安全部的一个人员 他给他讲了个事情 说有一次是 这个 这个谁 斯大林和这个耶诺夫 亲自来 到个审讯室里头 他当时被审讯 因为他讲了一件事 他说他是接到 安全部的指示 去判杀了 那么说斯大林在场 所以这个一下就引起 这个就爆炸了 在这个主义团里头说 难不成这件事 真是斯大林在背后搞的 虽然这事没有坐实 但这件事情呢 对大家触动非常大 同时 结果又发现了 在这个文件里头 后来他们就开始调查 这个调查调查当中 找到两份文件 至少有两次 就是对所有这些 就是在大清洗当中 这个苏联那个 就是三十年代大清洗当中 使用肉形 是斯大林批准 就是使用这个 这个酷刑来逼供 就有两个文件证明 是斯大林批准的 所以这一下呢 就在 而且他这个调查的材料 一出来 就更不得了了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秘密报告 都已经公开了 大家可以看中文的都有 好几个书里头 都附录都做了 中央委员杀了一半以上 苏联的元帅 我这个具体数字 我记不清了 总而言之 就是这个 对当时的中共 这个苏共的干部队伍的 这个损害特别大 所以他们认为呢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而且这个问题的背后呢 斯大林是脱不了干系 苏联的小夫就提出来了 这个问题 必须在苏共二十大 给全体党员有个交代 因为当时这个事情啊 已经在全国党内 党外呢 这个引起了轩然大波 就是大清洗 大部分都是错案 有点像中国文革 过去以后的那个状况 那个时候也是文革当中 那会儿平反就开始 一步一步往前推啊 就开始 为什么后来反右 那种几十万人也都 它不叫平反吗 它叫改正 总而言之 意思吧都一样的 文革那么多人 然后又往 就推到57年 你想这几十年啊 二十多年了 所以对整个社会的 影响面特别大 所以何鲁晓夫认为呢 这事得有个交代 至少我们在党内 得有个说法 为什么 怎么造成的 他们那个观念呢 就是因为原来这事 都都推到贝利亚头上 就贝利亚当时枪毙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罪状 就是他 这个大清洗 什么 因为这个事是肯定错 大家都知道 总得有个人负责呀 谁负责呀 那会儿就说贝利亚 现在呢 直里包不住火了 你说贝利亚 这没人信呢 贝利亚那会儿 还没当这部长呢 最早是那个 那个这个 雅各达嘛 雅各达下去以后 弄得半截 斯大林把雅各达给枪毙了 把叶诺夫给推出来了 后来又把叶诺夫弄下去了 他已经找了俩推着羊了 说这事过去以后 贝利亚才出来的 你不能说把这事都推到贝利亚上 这说也说不过去嘛 你当时杀他嘛 你就那么说一句也就算了 所以 他们现在又看到了这些材料 就认为 斯大林应该被进行事 承担材料 从15年的12月 到56年的2月 开了几次 主义团会议讨论这个事 开始呢 这个谁 莫勒托夫他们反对 说这样不行 你这么弄这个 这个斯大林是一个象征啊 你要把斯大林扳倒了 这社会主义不就倒了吗 那赫鲁晓夫他们认为呢 说恰恰相反 说你不扳倒他 你这社会主义形象就竖不起来 说这个社会主义没错 是斯大林没搞好 他这么一个思路 所以最后讨论来讨论去 大家觉得 还是赫鲁晓夫这思路比较 比较好 那么大家就都统议了 这样子就在 这个 他也开了的那个 苏共中央全会在此之前 2月20号 所以25号 赫鲁晓夫做了这个命运报告 但这命运报告一做完啊 这可不得了 你想当时斯大林的事 在人们心目中 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 那是神的 你可不知道 那斯大林去世的时候 别说莫斯科哭倒一片人 这北京城也哭倒一片 真是 就像那个天塌了地陷了一样 所以那会儿 这个就是普通的党员 普通的老百姓 对斯大林的那种崇拜 是无论如何 接受不了这个 这个现实的 所以当场说 这个赫鲁晓夫做报告 当场鸭雀无声 他就冰手呼吸在听 有人这个血压升高 有人当场晕倒 就抬出去 好几个 他受不了这玩意儿 你别说这一般党员 你看那个谁 那个那个格德瓦尔特 那是老共产党 吉克斯洛瓦克党的总书记 听完了以后 也是血压升高 最后光机 休克 就马上送到医院 就没抢救过来 就死在莫斯科了 当时很多人 他都惊讶到 他都不能站起来 反驳这个事情 就是他原来特别 崇拜的一个人 特别 这个 信奉的一个人 突然是一个恶魔 所有这些事件 都是他制造的 这谁都接受不了 这个现实 所以当时呢 确实在整个 美国人社会和党内 引起了极大的混合 这个事呢 其实呢 这个中共呢 是在在此前几天 是知道这个情况 原来过去材料说 过去说法 说苏联瞒着 没有 他只是没让 邓小平去参加 那个秘密会议 因为他当时说的是 只是在苏联 苏目港 他苏目二十大 是各国共产党 都派人去 中国是谁 朱德跟那个 邓小平去 其他各国都是第一把手 去参加 当时这个苏目中央联络部 还专门派的一个人 跟邓小平讲 说本来呢 我们是想请中共参加的 因为他对中共是 是特殊的待遇 但是因为呢 其他共产党代表 都不参加呢 却不合适 而这个文件呢 我们会马上给你送来 所以 这个赫鲁晓夫 做完秘密报告 第二天 不是第三天 这个秘密报告的文本 就给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了 这个邓小平回国的时候 就带着这个命运报告回来的 当时是中国 中共呢 是知道这个事了 那么毛呢 当时对这个态度 照我现在看啊 因为这个材料非常多了 他各种官员话都说过 他心里是非常高兴 原则上 他是同意 这个你可以看 他的所有的讲话 前都说了那么多 说赫鲁晓夫 这苏摩尔大做的对 说斯大林就是有问题 他都说过这个 说你看 对中国革命 斯大林几乎没做过好事 这都是毛说的 怎么不该批啊 当然该批的 说共产国际 他就开始讲了很多 共产国际 哪一段比较好 记得基民图洛夫那会儿 列宁那会儿好 到了斯大林几乎就不行了 说这人不行 讲了好多 都到了1957年10月份 我看他跟这个苏联大使的 会谈当中 还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是谁 这个搬掉了 中国共产党头上这个大石头 是赫鲁晓夫图 说是谁让我们这个 这个思想解放了 可以开始思考问题了 开始独立的思考问题 是赫鲁晓夫图 所以 毛对斯大林呢 是有怨气 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 还是从党籍关系的角度 所以搬掉斯大林 他内心是赞成的 但是 有一条 他反对什么 反对批判个人崇拜 所以毛呢 一直认为呢 个人崇拜是必要的 他没个人崇拜 没个人崇拜 怎么搞革命啊 一个班不服从班长行吗 一条船不服从船长行吗 他得有权威啊 但是这个呢 有错误的个人崇拜 有正确的个人崇拜 所以斯大林那个呢 他就是错误的个人崇拜 为什么呢 斯大林不懂哲学 变中法没有学 变中法没有学好 所以到了 到了58年 他这个 他这种想法 才正式说出来 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需要 所以问题的根子呢 并不在中苏两党 有什么分歧 而在于毛 他对这个 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呢 有意见 那当然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呢 他就认为 你赫鲁晓夫这么做呢 太缺乏政治经验了 他在中国驻苏联使馆的报告里头 也装着分析这个问题 就是觉得苏联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 但是他这做法有问题 他没有充分的做这个思想准备 在党内的进行教育 结果就一下传达到基层 引起了混乱 所以 这个说这个苏联党啊 是缺乏经验的 特别是赫鲁晓夫 在整个这个苏共二十大期间 和以后的一段时间 中苏关系呢 其实是越来越好 你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中共中央发表的那个几篇文章 讲这个无产纪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 那在苏联共产党内 是作为党内文件学习的 当天 《真理报》登的 这个当天就卖光了 后来又加印了二十份 包括六月三十号 你看苏共中央那个决议 跟中共中央的看法 越来越接近 所以苏共二十大呢 并没有影响到中苏关系 虽然毛后来说了很多话 这个包括中共中央后来说了 都把这个 把这个这个中苏分歧的责任 把中苏分歧的这个根源 推到苏共二十大 但这不是事实 而且呢 到苏共二十大以后 你再看看中共八大的文件 大家可以做个对比 你能看出 这个思路都是一样 甚至毛很多地方做的 比赫鲁晓夫还厉害 他还要自由 还要开放 那双百方根 是毛提的 香花 独草什么的 毛说这个 这个百花齐放 这苏联人就不明白 百花齐放什么意思 这什么花都能放 我说对啊 独草都可以 赫鲁晓夫说那哪行啊 说我们这产还来不及呢 你这还到处让它放 你不是让资产阶级 这个自由化 你想 这个毛其实那会儿的 很多想法 很多做法都超过了赫鲁晓夫 他没时间 有时间我给你们讲 那这整风反右毛的 整个思想变化 跟这个苏联的 做个对照 你就会比较能理解这个问题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个苏共二十大呢 其实呢 并没有妨碍 中苏关系的发展 它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呢 是什么呢 是引起了苏联和东欧的 政治动荡 而苏联和中欧的政治动荡呢 恰恰又拉紧了中苏关系 这就是下一节我们要讲的 波凶事件 东欧联和东欧的